YouTuber在网络上翻唱歌曲到底算不算侵权? 到底哪些歌手的歌曲是欢迎我们翻唱的呢? 今天这个影片我来跟你解释清楚 欢迎来到网红课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燕 那如果你有经常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就会发现我非常喜欢改编翻唱 那很多的朋友总是会问我 你每次翻唱别人的歌曲到底会不会侵犯版权? 到底会不会面对法律问题呢? 那由于我已经是翻唱界的惯犯了 所以问我是最清楚的 所以今天我拍这支影片 一次性来回答翻唱歌手最想了解的答案 在YouTube上翻唱别人的歌曲会侵犯版权吗? 是的,一般上只要未经过版权公司或者是原创者的许可下 翻唱歌曲都属于侵权行为 不过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版权公司只会提出版权主张 并不会对我们采取法律行动 通常我上载我的这个翻唱歌曲到YouTube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会收到YouTube发来的这个版权主张的email 提醒我这首歌的版权是属于某家唱片公司的 收到版权主张的email后 会对我的视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的翻唱视频可能会面对这五种情况 第一,进播或晋升 你的视频可能会面对全球进播 或者是某个国家地区进播 还有种可能是你的影片可以照播 但是却没有了声音 第二,下架 有些唱片公司是不欢迎未经许可改编翻唱他们的歌曲 可能会要求歌手下架那个视频 我自己曾经有两首歌曲被唱片公司要求下架 一首是汤晓康的海啸 第二首是薛之谦的刚刚好 海啸的唱片公司私信我 要求我下架那首歌曲 而刚刚好的这个唱片公司更为强大 它直接让我的视频在YouTube上面消失 而当时我也收到了YouTube的版权警告 告诉我 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内重犯多两次 我的YouTube频道将会永久被删除 第三,禁止盈利 其实前面那两个情况比较少见 我翻唱过这么多首歌曲 只有三到四首歌曲面对这些问题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的翻唱视频都可以正常播放 只是被禁止盈利 这里指的禁止盈利是指 我所有的这个广告收入都归唱片公司所有 例如我翻唱的盲中一共有140万点几率 按照广告分成的算法 其实我至少能够赚到1000多块美金的收入 但因为我被禁止盈利 所以所有的收入都归到了唱片公司所有 我一分钱也赚不到 第四,分享收益 并不是每个唱片公司都抗拒YouTuber改编翻唱他们的歌曲 以我的经验 只要是天王周杰伦的歌曲都可以分享收益 也就是说广告分成的一部分收入归唱片公司 一部分归YouTuber 但是具体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里呢 要特别谢谢天王周杰伦对我们这些音乐人的支持 谢谢你 第五,获准盈利 另外一个要特别感谢的歌手就是黄明志大哥 如果你有常常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就会发现我常常翻唱黄明志大哥的歌曲 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黄明志大哥的歌曲 第二,因为翻唱黄明志大哥的歌曲 通常都可以开启有力 黄明志大哥是非常鼓励本思去翻唱他的歌曲 如果你唱得好的话 黄明志大哥还会在他的脸书专页 分享你的翻唱歌曲 我自己就曾经有两首歌曲被他分享过 第一首是不想上班 第二首是不想放开 所以我在想 如果未来我有机会和黄明志大哥合作的话 那首歌曲应该叫做《不想合作》 听我说了这么多 喜欢翻唱歌曲的你到底应该翻还是不应该翻呢? 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唱歌 希望未来有机会被唱片公司挖掘 你就直接翻唱就是了 因为你的每次翻唱 唱片公司都会收到YouTube的通知 这其实就是免费面试的机会 无论是马来西亚的蔡恩宇 还是新加坡的文慧如 都是靠翻唱走红 进而被唱片公司挖掘 我本身正是因为改编翻唱了滚石唱片的歌曲 所以被滚石唱片挖掘 发行了很多的原创歌曲 好的 今天的网红课堂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对翻唱歌曲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向我提问 最后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我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一个群组 欢迎各位粉丝在里面分享你们的视频 而我也会从中挑选出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的频道 推荐给大家 本期视频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 果酱日常 果酱日常是一个属于猫星人的YouTube channel 里面有很多主人和猫咪的日常 非常的可爱 喜欢宠物的朋友就记得去支持哦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明燕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帮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